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年龄越大福分越旺 家中也非常少会产生分歇争执 和老公交往的十分和谐 五十出生的女性十分的旺子 孩子出生便是个有福之人 并且将来也会有很大的造就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小孩子十分的孝敬 到老都能够享子女福 二 某时 某时唯一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女士 自小便能够招财忘爸爸妈妈 在他们性情之理显雅之中 各位会出现一肚子才气和秀美 因此 他们要变为富有女士 或者是贵妻并不是难题 一辈子不但正桃花多 还大部分都是来自豪门子弟的 金桃花月 这一时间的女性婚后 婚姻生活很平稳 由于善于为人处事 做事情也落落大方 不拖拖拉拉 能非常好的清洗好自身的家中 变成家中的一把手 与生俱来的妄夫力 缺陷是有时候会太过强悍 会造成一些多余的分歧 三 害时 害时出世的女人 与生俱来就性情公粮 她们像普柳一般 既坚毅就绵软 因而她们在结婚后 可以妄夫相义子 在日常生活中 十分明白赵了人 因而家中自打拥有她 家里越来越紧然有序 家人个个都被她养得容光幻发 最重要的是 这类女性极为妄夫相 一直可以替自身的老公解决困难 度过一道又一道困难 因此 她们击中京都又天喜 终究是福气满满 妄己就妄夫相 四 子时 子时指的是夜里 二十三点到一点的时间范围 十一天当中的第一个时间 也是含有水汽 隐藏财气的时间 生在这个时间的女性 命犯福寿 天生不凡 她们的气场较为高滑 对家中十分承担 一辈子能够造就无惧的财富 更能帮助小孩与家庭 娶了她们的男生 绝不能穷 她们不但是能在工作上面 出色主要表现 投身于到家中底 也是常常把里里外外都运营得很好 因此十分望夫相 做老公的 可以显著觉得 最深的财气在提高 不愁发不上大财 五 生时 一万里说 如果是在生时出生的女人 天生就是带有财运的 你们做事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的 在家庭婚姻的关系当中 你们会特别地敬重自己的爱人 如果是自己的爱人 有麻烦和困难的话 那么也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 在后半生的时候 你们也是会可以有 万夫一子的命运的 如果是每个家庭当中 都是可以有这种女人的照顾 那么肯定会很幸福 也很顺利的 这个时辰出生的女人 赚钱的能力 本来就是特别的好的 即使目前的时候 没有亲近啊 但是未来也会是有 很多好的财运的 六 诚实 一般情况下 在诚实出生的女人 是有男孩子的豪爽的 给人的感觉是很积极的 也会容易满足 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生的人 仍然是很好的 每次结婚之后 对长辈也是相当的孝顺的 对待晚辈也会是客气包容 所以你们的家庭 是很温暖和和谐的 在你们的照顾之下 家庭也会越来越好 日子会过得越来越顺利 虽说你们看起来是很平凡的 但是实际上 你们是特别的有福气的 你们的未来也是一片光明的 丈夫本身的财运就是挺好的 事业发展也可以得到好的帮助的 福气也是十分的不错的 儿女本来就是很孝顺的 最终是有机会成为幸福的人 二 喜好出生的女人万夫 一 农历初一和初八 农历初一初八生日的女人 阳气上行至财不公 身材有道 运势如意 她们可能长得不是非常美丽 但是 她们一定能使得丈夫财运兴旺 经济头脑好 既懂得赚钱又懂得存钱 成家之后 为老公管财有道 旺家庭富贵人员 三十年光景旺夫也不奇怪 结婚后的日子步步富贵 即使在五十年后 家中的光景依然是可维持 这样的日子出生的女人 可以使家中的财运不断 财运滚滚 二 农历十三十四 农历十三十四是两天出生的女性 她们天资聪颖心灵手巧 是一个温柔甜静 天生贵人运丰富的人 她们善于交际 人脉广且贵人多 凡事都有贵人相助 生活一帆风顺 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祖辈的避音 一生发展顺利 婚后更是财源滚滚 为家庭带来财富的同时 相夫教子 相当贤惠 男人娶了这样的女人 何愁不成大事 三 农历十六 农历十六的这个日子相当特殊 于十五月圆之后 这天出生的女性命格都比月更圆 一生美不胜收 且无灾无难 她们不光是貌美 更有相当顺利的人生 从年轻到老 基本上不会遇到烂桃花 嫁进谁家就能够望谁家 人生如锦绣 光景无限好 万夫足足三十年也不变 在她的家庭中 不仅丈夫财运旺盛 包括子女 也会在母亲的运势下 财运兴旺 全家都财员滚滚 四 农历二十三二十八 农历二十三二十八生日的女人 五行为伙 万贵人 两个日子 皆为阳气上行之日 因此 这两天出生的女人 拥有万夫命格 就是注定的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会成为父母俩人的财神爷 成家之后 二十三号生的女人 忘老公事业 二十八号生的女人 忘老公的生意 前者阔太太 后者老板娘 能帮助丈夫 鉴别生意上的小人 与其同时 也可以帮助丈夫 找到事业上的贵人 使得丈夫迎来事业上的巅峰 五 农历二十六 二十九 农历二十六 二十九这两天出生的女性 他们温柔慈悲 善良敦厚 是一个踏实而且大方的人 在生活中 常有极心相达 欲是逢凶化吉 事业上他们也很有成就 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人物 他们天生财富丰足 不仅忘自己 而且忘家人 是丈夫和异性贵人 男人娶了这样的女性 不仅利于自己的事业 更加利于自己的家庭 三 几月出生的女人忘夫 一 农历二月 此月出生命格为某月 某在地之中代表着是 柔弱的花草 性情柔软坚韧 惹人怜爱 此月出生的女 命就仿佛如此 她们大多出生在小康家庭 懂得十大体 懂人情 性情安逸温稳 十分得长辈喜欢 结婚以后 对老公关怀备质 细心体贴 会使婚姻中的她倍感幸福 二 农历四月 四月生的女人 性格随和好相处 脾气虽然道 但是心不患 天生善于积累和创造 家人后拥有能让日子 越过越好的能力 她们对老公孩子 温柔细心 必然能够把老公 照顾得健健康康 把孩子教育的成才出息 是特别忘家印的老婆 三 农历七月 七月出生的女人 性格直爽 她们脾气比较的包扫 但是敢爱敢恨 她们喜欢冒险 事业心很强 她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永久不错的经济条件 男人要是娶了她们 会得到她们在金钱财力上的资助 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 四 农历一月 农历一月份出生的女人 命格轻贵 她们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 受到良好的教育 她们性格温和 气质淡雅 在出生社会工作后 好运长半身边 男人如果把她们娶了进家门 那么 必定能够为自己带来连连不绝的好才运 男人的事业也因此飞黄腾达 孩子也特别有出息 五 农历五月 农历五月份出生的女人 命格为食神生财格 表示她们为人善良 心宽体胖 大多数蜀菊 人认有肉的类型 她们天生就很有福相 个性忠厚老实 男人把她们取进了家门 就等同于是多了一个赚钱的法宝 家里也因为她们的到来 而家运兴隆 孩子出生后 家庭富贵 门眉光耀 扬眉吐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